那边的人想要了解你 总得有个过程 何况是现在 你应该相信他们 对呀 我怎么就没这么想呢 也许以后 还会碰到更复杂的情况 所以从现在开始 要做好被误解的准备 那你以后在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就拉着你出来走 好啊 这群跪着手 把王队长的尸体挂在城门口 暴时劫头 简直一点人性都没有 就是一点人性都没有 我们要把王队长尸体给抢过来 对 抢过来 我们怎么可以让他让他让他 现在是感情用事的时候 你们草子要去拼命 怎么拼 城门口的士兵 有多少 就凭你们这几个 几条条 那是去送死 那您说怎么办 就这么眼看着王队长报死戒头 就是 对 这个仇 我们一定要报的 但是 我们必须多动动脑子 你说吧 教您一句话 我们几个没个怕死的 以其人之道 还之其人之志 怎么讲 咱们不是杀害了我们的王队长吗 我们就要给他给原审 打一打他们反动的气焰 您是说暗杀 对 我已经选好了目标 你跟我把单 守备队的总队长唐秉林 唐秉林 啊 据突围出来的同志说 那次袭击我们的时候 他也参加了袭击 这也注意到 您的布景怎么来呢 可是 我们这袋枪还是不够用啊 它可是要塞的高级军官 进出独带卫兵的 枪不够用 我们可以用别的 这什么 定时炸弹 刚刚从上海搞到了 正好可以用上 太好了 这样 他的击步车 快要飞上天了 小心 这个东西啊 很危险 千万别乱动 那你说 什么时候读书 吃了一吃 明天就多少 我已经观察过了 唐秉林 一般都是五点钟 准时下班 我们只需要 事先把炸弹 藏进他的基础车里 定好时间 就万物一失了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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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老四 舅公来了 他想见你 舅公来了 好 今天晚上 我去你家见他 不要去我家 去舅妈的坟地见面 记住 七点钟 不要迟到 好吧 爸 我已经告诉他 今天晚上要进行组织谈话了 好 那我们现在就过去吧 走 郑叔 干什么的 我是松贺楼送外卖的 送哪儿 就是楼上会议室 几位开会的长官要加班 所以就来不及到我们那边吃 就在会议室吃 你看 我还得赶紧 这餐要是冷了 我可就麻烦了 好 去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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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被干掉 不行 服从组织安排 撤 走 保持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出示您的证件 你们侦记队什么时候 在这里设立的杠杀 报告长官 是从上个月开始的 职责是什么 检查各种可疑的人员跟车辆 瞎胡闹 我们的职责是保卫要塞 跑到这儿插一杠杀是吧 报告长官 是下属长亲自指示设立的杠杀 明白了 放行 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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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点 走 走 士兵 把我推下车 走 怎么回事 快救唐总队长 这边 这边 快 快点 来一个人哪 快救唐总队长 快点 快 快 这边 来救人哪 他已经迟到三十分钟了 老四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啊 是啊 他从来都是很守时的 怎么回事呢 这一代他应该很熟悉 他应该有充足的事件 钟晃 经过这次事件 老四会不会有什么想法呢 钟晃 老四这个人 我是知道的 别着急 咱们再等等 老四 子 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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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 老七 老四 老六 幹 老四 中文字幕——YK 老四 中文字幕 听华呢 在这儿呢 听华 老四 你怎么才来啊 路上出了点事 怎么了 我的继部车被人给炸了 炸了 你受伤了 没事 过两天就好了 怎么会这样 有人在我的车里放了炸弹 如果不是凑巧我下车 恐怕我的命早就没了 你觉得会是谁干的 我刚肯定 既不是戴永湘也不是夏忠民 但是是谁我不知道 会不会是江音县游击队的人 报复所为 他们不了解你的真实身份 我尽快去炸 没事 这种事我经历得多了 田华 咱们还是谈正事吧 你能这样 我就发心了 我知道你这次来的真实目的 组织上一定很想知道 我们这里发生了什么 我可以把我的所思所想 毫无保留地向组织上汇报 你放心 的确 在学生时代 作为学生代表之一 蒋介石曾经在南京亲自接见过我 之后 出于报国热情 和对蒋介石的盲目信任 我在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 报考了国民政府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黄埔时期炮盒专业 在校期间 我还倾向于蒋介石 认为他是历经图治 可以信赖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最初的理想 一点点破灭了 我开始对蒋介石集团 产生了怀疑和不满 就在这个时候 在我的二哥 也就是唐军照的影响下 我的思想发展 最终走向了革命 两年前 我接受组织上的指派 潜入江音要塞 等待时机 去年 请二哥介绍 我光荣地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 从此 我把我的全部 都交给了党 我知道 地下工作的每一步 都是很艰难的 西级游击队的那天下午 由于事发突然 根本来不及通报情况 这次事件 给党造成了重要的损失 我有责任 这一次 戴永香的确是通过 我的提议和运作 才当上要塞司令的 可是现在看来 他是一个极其凶残的 反革命分子 策反他是不可能的 这是我们当初 没有预料到的结果 但是我一直在考虑 能不能运用其他的手段 架空戴永香 把药塞的侧板工作 进行下去 通过这件事情 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 在江营药塞 必须有我们自己的骨干力量 或者说是队伍 才能保证起义的成功 天华 总结我们这一段时间的工作 客观地讲 过时我们是有的 但是 我们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的政治信用 将来也不会 我们会排除一切干扰 继续按照江北的指示去工作 请打造计 林林同志 我这次来 陈秋江同志让我转告你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无论是来自敌人的 还是来自我们自己人的 无论是来自环境的 还是内心的 党 是支持你们的 别惦念你们 来 这个邱江同志可真了不起啊 虽然不曾谋面 但是 我已经感到他人格的力量 听华同志说 江北已经同意了你的申请 广仁同志 从现在开始 你和我们一样 已经是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了 谢谢组织 江北同时指出 我们抓兵权的工作做得非常好 同意我们发展王德如 积累资本 将来把买卖做得更大 江北还指示 华北野战军将有大的举动 华东野战军在苏中取得了七战七截后 大反攻已经开始了 江南将成为国民党的防御重点 长江将成为焦点 国民党在加强军事防御的同时 内部的防范一定也会加强 这就给我们今后的工作 带来了很多困难 江北和邱江同志都希望我们 注意安全 好的 另外 邱江同志再一次交代 利用我们做地下工作的智慧和喜心 争取找到江南宇 他说江南宇对我党的贡献太大了 江南宇 四哥 怎么样 没事 没事 什么人干的 有线索吗 据仲虹说可能是游击队 游击队干的 这样的行为可以理解 光臣 你怎么没有跟我哥在一起 哥 你一个人去那么荒岚的地方干什么 老五 九宫来了 对 我去见九宫了 我知道了 九宫是想问清楚情况 老五 二哥来信 我看看 老四 听说你那边生意不太好 亏了不少钱 日子很难过 家里人都非常惦记 希望你不要灰心 更不要消沉 想办法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 走出困境 我要告诉你 母亲每天都在想你 还让舅公专门来看你 有什么需要尽管跟舅公说 家人会全力支持你 相信你的生意会越做越大 母亲盼望和你早日团聚 我明白了 二哥的意思是让我们树立信心 按照原计划进行 二哥想得太周到了 你说那寡人 是 在家风里求生存 确实不易 但是 箭在悬上 又不得不防 看来 我们得从长计议了 你们要通知三号炮台 四号炮台 他们的整备 必须在明天完成 是 是 如果完成不了 走 进来 我对他们不客气 是 老四 你 你这是怎么了 你们去准备吗 是 来来来 是 来来 坐下说 司令 我被人暗算了 怎么了 昨天傍晚我出去办事 路过凤凰山的时候 我的汽车突然爆炸了 是这样 我的汽车行驶到 离咱们要塞哨所不远的地方 出了点故障 我就去找少兵帮忙 这个时候汽车突然爆炸了 司令 幸亏我躲闪的急事 后来我仔细地检查了一下 是人为的炸弹爆炸 什么人这么大胆 不会是 共产党游击队吧 不知道 明枪易朵案件难逢啊 反正我唐秉林 是让人给盯上 老四啊 你真是逃过一劫呀 你放心 我马上 让夏忠民查清楚 司令 我不想干 这 我没法干了 您说 我是勤勤恳恳 兢兢业业的为党工作 他夏忠民怀疑我是共产党 这 我这身脏水还没洗干净呢 现在又出现了要谋害我的人 你说我屠神啊 我里外我都不是人 老四啊 别干净用事 你是要塞的青天柱 切了你们唐家班子 我这个司令就是光杆司令了 是 你的工作啊 大家都有目共睹 以后我跟你撑腰 谁再敢跟你说三道四的 我当时就给他个颜色看看 好吧 好好休息休息 司令 嗯 别介意 我是觉得委屈 发发牢骚 好好好 回去休息吧 改日啊 我白酒给你押精 兵临 咱们兄弟之间用不着这些 回去休息吧 去吧 等参谋 唐参谋 怎么 看到我一点都不热气 我正要去找你呢 少见啊 怎么今天有空到要塞来了 我哥哥不是受伤了吗 特意从南京赶过来看看 身边也会会你这个老相识啊 你们兄弟之情可真让人感动啊 我还以为你是特地来看我的呢 我真的是来看你的 这不 我要代表我哥哥向你表示谢意 上次我哥带队去抓共产党游击队 听说是你在旁边照顾 这不要谢谢你啊 我怎么听着这话里有话呀 怎么会呢 哦 我哥哥这人啊总还端着 自己不好意思说 所以让我来 说是给我此机会 什么机会啊 见大美人的机会啊 你身边缺大美女吗 缺你这样文武双全的 女人是喜欢嘴甜的 可是嘴太甜了 就变成油腔滑掉了 我油腔滑掉 还好吧 这样吧 明天是礼拜天 我请你吃饭 战局吃紧 代司令宣布 药塞从现在起 没有礼拜天 看来冷餐暴不肯闪光 那我只好回南京咯 吃饭就免了吧 改天我要去南京出差 干脆你请我看电影好了 好啊 马上就要上映《小城之春》 我知道 是讲苏州的 可是这部戏 我不太想去看 为什么呀 因为是讲两个女人 同时爱上一个男人的故事 恰恰相反 是讲两个男人 爱上一个女人的故事 有什么区别吗 战司到 行 小城之马 大家请坐 现在我宣布国防部命令 在没有宣布命令之前 我想跟大家说明一个问题 也许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但是我还是要再说一遍 国防部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陆军师以上 特种兵团以上的干部任用 都是由蒋校长亲自批准 请坐 我宣布 首部队总队长唐秉林 为黄山炮台总台长 任命要塞参谋吴广仁 为首部队总队长 希望新任的同志加倍工作 留任的全体同志 要精诚团结 报效党国 终于校长 为党国大业尽职尽责 老四 你这报告我看了 写得非常精彩啊 完全是在司令的指导下完成的 你也不要谦虚吧 我们倒是英雄所见掠头 现在打仗打的是什么呢 是人 是钱 现在啊 江阴空有一座先进的炮台啊 可是这炮台上老弱病残 他怎么能抵达了共军大局南下呢 这配套的公平设施啊 又简陋不堪 这一旦江阴有险 真是追悔莫及 老四啊 你这几句 正刺中了他们的要害 司令 这份报告 就递上去 司令的意思是 南京那些人你还不知道吗 现在到处都有人伸手跟他们要钱 我们不凑这个热闹 江阴和别的地方不一样 他是前线 有他们急的时候 明白了 时候不到 司令太高明了 我再高明 还不得你们帮忙啊 说到帮助了 司令 我又几句话想说 可以说司令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边 整支部队 凿当共党 加强要赛内部的建设 这些成绩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我也听说一些好话 顾总长也很满意 司令 有这一把火就够了 我觉得下一步的精力 应该放在加强内部训练 提高战斗力上 校长钦点你 让你来要赛 你是多少少将之上胜出啊 你的精力和你的才华 恰恰应该放在 江阴要赛内部的建设上 至于社会治安 那是保安团的事 那是盯制盘的事 就算共产党闹翻了天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是要赛要是出一点问题 蒋校长可是一点面子都没有 更何况 我们内部 不是没有要整治的地方 也不是没有要整治的人 那天 那天的汽车爆炸时间 那我们吃这碗饭的 遇着点名枪案件 也是很正常的嘛 我已经命令夏忠民 务必叫他查出真相 你发现 安全工作一定会加强的 谢谢司令关系 唐总台长 听说唐总台长居经异常 这么快连证工处都知道了 何止知道 简直头都大了 怎么讲 还不是戴司令 命令证工处和针机队 限期交出一份调查结果 有结果了吗 我们只能列出一份名单 而这份名单当中的每个人 都可能在期盼着唐总台长发生意外 真没想到唐某这么遭人恨 来 邓财某 这件事就摆脱了 要调查 还需要唐总台长的配合 那当然 不过有件事情我觉得挺奇怪的 那么晚了 唐总台长去郊外做什么呢 去调研 对一个经官来说 地质地貌 是永远也钻研不透的学问 更何况 针机队 已经把哨所延伸到了荒郊野外 唐某 怎敢在要塞里闭门造车呢 佩服 不过我查了一下地图 发现那个地方 方圆一公里 有价值的只有一座坟墓 唐总台长没有遇到 什么孤魂野鬼吧 什么事 你还不觉得我 给我 等一下 你还不得了 我还不得了 你还不得了 我都不得了 戴司令又有什么教诲啊 您还是不要指导的为好 我们是政工处 共产党的间谍 就在药塞里 就在这栋楼里 他把我们调去查那种事 你说他这个人 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 说真的 我们一直在怀疑唐秉林 万一 下手的真的是共产党的话 岂不是说明我们走错了方向 你是这么想的 的确 唐秉林之前有很多疑点 但万一我们怀疑错了 岂不是放了那个真正的共产党一条生路 万一那颗炸弹是他自己放的呢 你是说苦肉计 现在已经是民国三十七年了 不会有人再这么做了 我说的是万一 岂参茂 你忘了我跟你说过的话 不要相信任何人 我现在是没有证据证明唐秉林 他就是地下党 也没法证明他不是 所以对他的怀疑还要继续下去 要加大力度 是 明白 从现在开始你要加开人手 对唐秉林的电话 要进行二十四小时的监听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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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 Peter 谁 сказал ticket 留在哪儿 阅舞广仁办公室 港人 我现在需要程序周边各种版本的地图 包括江英药塞周边的地形的地图 尽量全 马上送过来 好 老师 你还可以走 我就不明白了 我们见面的地方 冷媒怎么会知道呢 也许他是猜的 除非他是神仙 猜得那么准 或者他碰巧去了那片粉底 不可能 我的行踪 他怎么会知道呢 老师 别看了 答案不会在地图上 地图上那个地方有价值的 只有坟地 这就是他的原话 是不是坟地 这在军事上根本没有意义 在我的印象当中 没有哪一份地图 会把坟地标出来的 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 你看 你看 老四 老四 改天啊 你直接问问冷参谋不就结了 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让我猜啊 是你总跟政务处过不去 人家啊 一面查着共产党 身边还能腾出只手 跟你下点花椒大料什么的 都是为党国卖命 夏忠民竟然来这个 现在大家都在一条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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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事 把话说开了就好了 要是这样 政务处干得也太狠了 这不是玩我们吗 老四 老四 你还真的信我这一回 肯定是美国顾问 带来的信箱玩意儿 现在 已经不是十年前 做工作的时候了 真有这种东西 他们起码应该用在 代务箱身上才对 我一个小小的上校 至于我 他们要是真有这种办法 那我们以前在办公室里 谈了那么多次 还能等到现在吗 要我猜 也许是刚刚装上的 不然怎么解释 这倒有可能 这个冷卫太危险了 他说的那些话 都是话里话 也许 他只是随口一说呢 不可能 康人 轻视的对手 是要犯错误的 身在要载 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切听得是简单 我到郭敏营找一个人 把咱们的办公室 仔仔细细地 检查一遍就知道了 不妨先从证工处下手 证工处 那你戒备森严 我怎么进去 他不是让我们协助 调查加弹的事吗 就拿这个理由进去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请多多多多点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 不用订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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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Ú 他的家 自分之内 他 说 不会他 所以让我看到 一切多个人 他 他就听了 他说他们 他十分之内 他 他的家 他 偷偷 他 别看我 他 他说 我 我 他的家 我 employ 大家都可以兵释前嫌 同心同德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希望赫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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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